大家好 我其實還蠻難得劉詠卿這樣對著大家講話的 那我剛剛看的那些 其實我有看到網路 我都有看過這些影片 那我剛剛看的時候還蠻感動的 我就說 我真的很希望跟大家都一樣 就是說友善就是我可以自己來 所以呢 我看到這影片的時候 我在想我真的老是在計畫說 我這個暑假呢 很想跟我一家人把這邊滷過去 滷完這幾個點這樣子 就是一款老人走這樣子 對然後剛剛講到種田 我其實就一直常常在想說 好想有一片田 然後好像有一片地 然後他就是 都錦字形的或什麼樣的 然後讓我可以也可以種田這樣子 或者是種菜 或者是養雞養鴨這樣子 我就覺得那個感覺應該是很棒這樣子 然後我也可以就是跟大家都一樣 然後在想像大自然裡面 然後我可以想像到那種 對天人合一的那種感覺這樣 那其實就是我常常在很多的場合裡面呢 不管是怎麼樣的時候 我都會覺得說 我跟他們有一些距離就是 就是我到了一個地方 然後我就說 那個不好意思 我那個地方上不去 那你們去走一走回來 可是其實真的我在那邊 我其實有點感傷說 為什麼我到不了 可是我這一次到了枕山之後 跟看了這些影片 我真的很滿感動的 就是說這個是一個開始 那真的將來會遍地開花 那我就會覺得說 我們真的是 每個人都 不管是我自己 或者是未來高齡化的社會 大家都有福 但是我還是神想要有一片地 然後種一個田 然後我要是種到毫米的話 我就請你們大家吃這樣子 你絕對願望不然啦 地長他山牆啊 沒有沒有沒有 不是山牆啊 他們有田 我們有一塊地叫褲蚵蚵蚵的田 那我們這幾年透過水泡局 我們把它變成體驗園區 入谷無米勒 那各位可以來參加認養我們的稻田 那可以種田 真的體驗稻田 其實剛才我在思考說 那個是不是可以讓你們去 中間像中間在田裡面 你去搭一个木栈套 然后坐低一点 让伦理甚至我们一些朋友可以进去 我觉得这个 我刚才这个思考这个问题 那也欢迎各位 有机会到我们那边来体验看看 我觉得这不是梦想 不是梦想 那补充说明一下 我们一直在讲说 是不是农村发展观光 来协助让更多人来参与 其实我觉得让我去反思的一点 就是说 你看我们的 许长八月九十二月 昆明八月八十七月 这些老人家 这些老人家都会老 以后行动不方便怎么办 其实有时候最重要的 还是回归掉社区本体 以后给我们这些老人家更方便 我们这几年在推动的老人共餐 我们把那个到到来餐间变成老人共餐 我们就喊出了一个口号 你我都会老 以后可能有一天我们也需要 所以这个活动非常的好 也感谢水保局 我们一起把农村打造成 友善无障碍的一个空间 好谢谢 好谢谢一生 多谢